还是在中国好啊 去哪里老公就开车带着我 撒羊也碰不到 下雨也碰不到 你现在都跟熊猫一样 重点宝负对象嘛 我妈妈也快到中国了 现在阿哥很期待 我长了二十共七 她都认不出来我了 亲家的感恩 大家好 我是越南阿和中国媳妇 大家好我是刘刘 很多人问为什么 我妈溜溜不跟子佳和阿丽 一起回越南 是因为我妈妈的签证 一直还没出来的 越南阿妈来中国 是想在中国续签的 所以必须证明 妈妈是我 真的我的妈妈 所以这次班的签证 要三周又加上国庆节 大概八号九号就到的 但是今天还没有消息 我感觉这次班前 是时间最长的 而且需要的资料最多的一次 对呀 以前我们班的是Q2签证给班吗 班三个月 对那个Q2它是只有一次 就来之后只有三个月 就必须要离开 现在班的是Q1 只有一个月 就跟你的签证是一样的 然后在我们这个信仰这边 出入境 直接续签 回去半年嘛 这样时间会更久一点 不用出境嘛 所以这一次就是阿丽 他们俩就先回越南了 也是子佳 他是比较着急 因为他到时候还有事情 所以说他想着早一点去越南吧 对 所以说他们就先走了 我必须要等到妈妈签证出来之后 我才能过去接他 不然我去的话 嗯 要等 不知道什么时候 等不到什么时候 希望一切顺利吧 所以我现在想着也就是 等他的签证完全出来之后 我再出发 不然我去找了 也没办法 接不到人呢 他签证没出来 也走不了 然后今天有太阳 所以刘刘再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因为近几天我感冒 还有核瘦嘛 好几天 然后今天我又感觉嗓子疼 所以就刘刘带我去医院再检查一下 天气今天正好啊 太阳出来了 主要是阿何现在怀孕期间不敢喝药 等一下去医院问一问医生 阿何现在有什么药可以喝的 能缓解一下 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吗 嗯 主要是我嗓子疼的时候 我都不想说话了 还是在中国好嘛 因为去哪里 老公就带着我 开车带着我 沙羊也碰不到 下雨也碰不到啊 你现在都跟熊猫一样 重点保护对象嘛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说还是在中国好 现在想起 如果我们在越南过的话 我们就只有摩托车 在越南的话 我们出门还是要打车 摩托车还是不安全 太阳一样了 打车多一点 那么没有自己的车开的话 方便 对没有自己车方便嘛 原来人往 车来车往的 在新阳也挺热闹的 我感觉 我妈妈也快到中国了 现在阿和很期待 因为现在她来中国的话 是不一样的阿和 我长了20公斤 太胖了 昨天我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还有我三个也在家 她都认不出来我了 呵呵呵 现在我们正在医院 刚刚体移生已经看过了 目前阿和一切症状都好 现在主要是查她这个胆质酸 胆质酸的话又稍微升高了一点点 但不是很严重 还是要注意饮食 然后医生说应该喝的药还是要继续喝 只是阿和最近搞感冒嘛 挺长时间的 医生说可以喝那个双方脸口服液 试一下效果 如果我走了怎么办阿和 我害怕没人照顾你 不说妈妈嫂子在吗 嫂子有一个小孩 还有小陈要上学 她也挺忙的 对呀妈妈也是要帮忙 妈妈呢有的时候 她不能说普通话 你们俩交流起来有点困难 是不是 没关系 就是有嫂子在吗 妈妈说什么不懂了 然后我问嫂子 嫂子说现在小陈上学了嘛 所以她白天有空 没做什么她就会过来陪我 然后妈妈也是过来的话就放心了 你也是去见妈妈就四天左右 四天还好 四天我一个人没关系 只是睡觉的时候有点孤单 我担心的是阿和这个赏子 大概有一周了 痛得你说不了话 也是很难受 因为我喊不了大声 因为一直在左边疼 不知道就是喝药有没有效果 然后其他的药 很多药它就是孕夫不能喝的 上一次是感冒 然后我咳嗽 我感觉咳嗽越来越少了 然后我也不喝药 但是呢 我嗓子又疼了 所以还是要就是 休息好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对你放心吧 反正现在呀 这个我的嗓子口咙疼的情况 可能跟天气有关吧 太阳一出来 然后也感觉身体好一些 对太阳突然当沙发军是不是 嗯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买药吧 好吧 嗯 那就喝药吧 好